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在我們這個螢幕上看到的是可愛的 這是什麼 貓咪嗎 還是豹 還是石虎 這個是集集的觀光專列 最原版的花寶 真的是用錯圖了 因為這明明就是石虎專列 那麼後來改了 就是改了這個石虎的特徵 有這個白色的花圍 但現在要繼續延燒了 原來我們的引用的是 他們買的這個圖 是一個俄羅斯的插畫家 那插畫家很好心 就知道這個新聞事件之後 他就畫了這個石虎的圖 要免費給台灣的人用 很感人 但沒想到觀光局真的是 有一點像是交通部長 林佳龍的豬隊友 居然一口回去就說不用 我們就用改過就好 我們不要人家送 不要... 結果被網友罵翻了 就說這難道是官僚的腦袋 在作祟嗎 引起了這樣批評的狀況 不過現在其實林佳龍 就開始出來了 出現了神轉折 他要親自去俄羅斯的 插畫家的IG去留言 要邀請他一起來參加 這個觀光專列的通勤的儀式 就是希望可以讓這個世界 能夠直血 雞雞彩繪列車爭議一波接著一波 先是設計師江夢之把石虎化成爆 還爆出買圖風波 現在原圖作家 俄羅斯設計師要無償提供新圖 卻遭觀光局婉拒 讓交通部長林佳龍忍不住發文 親上火線要平息紛爭 列出四點點名觀光局 作品應該具有原創性 很可惜明顯有瑕疵 俄羅斯原創者願意無償提供 觀光局卻拒絕認為是欠缺考量 應該收回這句話 不只要求觀光局得邀請他來參加 通車典禮 還親自到俄羅斯設計師IG留言 表達感謝 邀請他造訪台灣 隨後俄羅斯設計師 也在臉書回應謝謝 不少網友也紛紛讚賞他的大器 我們購買了很多的一個版本 然後最後我選了這一個款式 回顧石虎圖正義 雖然設計師被抓包後坦承買圖 觀光局也在26號隨即發表 三張他的設計新圖 27號原創俄羅斯設計師 指導石虎的故事 也畫了三張無償提供給台灣使用 但觀光局卻說 還是使用台灣團隊的圖 沒想到引來網友一片罵聲 讓林佳龍選擇在27號深夜 發文止血 到了28號早上 觀光局態度轉為低調 不願出面受訪 花了三百萬元打造的 積極彩繪列車上線 還有將近一個月設計一波三折 也讓外界看傻眼 TVB的新聞最後報導 好 這個總之結論是 這個火車很可愛 大家可以去做做看 還是要支持一下食物保育 但是中間的曲折 真的心酸只有林佳龍知道 趕快自己解決了 另外就是柯文哲跟蔡英文之間 柯文哲頻頻透過媒體質疑 蔡英文總統 你的台灣價值 你不要這個模糊焦點 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蔡總統就回應了 他說台灣價值的核心 就是繼續維持主權安全 還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而且蔡英文總統 還給他回叮回去 他說人民希望 選我們出來就是要把工作做好 不是選我們來當民嘴 更不是選我們來鬥嘴的 台灣價值的核心 就是我們的主權 我們的安全 還有我們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 我們要繼續維持 那這些都是總統最基本的一個責任 那也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那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民選的 來自於人民的付託 就是希望 人民希望我們每一天 都努力的工作 把工作做好 那不是選我們來做民嘴 也不是來鬥嘴的 好 總統說人民選 他們出來不是要來當民嘴 也不是來鬥嘴的 但是今天我們真的很難得 我們的節目現場 真的請到民嘴 來 掌聲歡迎我們的 新北市議員 葉元之老 歡迎 小燈好 大家好 對 新北市民選他出來 希望他做事 但是某些程度 也希望他能夠為民喉舌 為民喉舌 對不對 要講一些真心話 大白話 沒錯 來 誠實豆沙巴麻煩請服用 好 吃完了 好 那請原資跟我們一起來看 接下來我們這個話題 也是這個小英的臉書 很多的政績 但是我們要幫他檢討一下 台灣價值 他還要秀陳金丹 就是小英總統 他秀出在臉書上說 小英執政三年有成 然後他的科目叫做 挑戰中的台灣經濟了 到底成績怎麼樣 這個打勾答對的第一個 他自己勾的 擴大研發的能量 加速內需的投資 鼓勵台商回流支持企業 多元布局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計上修到2.46 上修 上修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過寶二 他們覺得很有信心 主要是因為這第二項 台商回流這個的緣故 那麼還有景氣領先指標 連續七個月上升 不過這個指標 其實是行政院國發會的 景氣燈號 但是好像跟國發會的說法 一個燈號各自解讀 對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燈號 這是這個月的燈號 其實具體來說還是持平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黃藍燈 它是什麼意思 它就說可能從平穩趨緩 所以跟這個燈號是持平 但是他們解讀 這個景氣可能是 有一點趨緩的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說 是趨弱景氣走緩 仍然是往上走揚 只是拉伸的力道不夠 要關注什麼 一樣美中貿易戰 我們不能因為台商回流 就輕忽到美中貿易戰的風險了 所以國發會的說法是說 景氣走緩 但往上走揚 然後後面還有一句 只是拉伸的力道不夠 但是蔡總統的臉書只有看到 就是寫到這一句 後面就跳過 就是我懂了 我懂了 就是好棒棒的部分 好像也沒有引用錯誤 沒有引用錯誤 只是沒有引用完而已 有的時候人就是 比較會看到自己想看的部分 想看的部分 但是如果來看一下 國發他們就說分了好幾個指標 我們列出這四個 第一個 股價 大家記不記得 前幾天川普變變變 讓我們的股市 就差點崩潰了 對 跟著美股在那邊上衝下襲 好可怕 所以說他們說這一次 從黃藍燈轉為綠燈 就變成說這個燈號的變化 是一次成長變成平穩的 目前還是平穩的狀況 但是沒有那種 要繼續往上飆的趨勢了 那麼海關出口也是平穩 也是變趨緩的 批發零售菜營業 這個服務業的部分 目前是脫離低迷 但是距離成長要加油 這樣子 那麼機械和電機進行 紅燈變成黃紅燈 油很熱絡 稍微轉低了 也是趨緩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所以看起來感覺 就好頂多就是持平 但是好像也是需要有一些警惕的 好 那我們剛剛業員直載 原則我們來討論一下 蔡總統的臉書看起來都是一片 就是放鞭炮 對啊 結果搞了半天 這個真正的國發會的報告 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好像不是這樣 你怎麼看 你知道那個他剛剛不是講說 人民選柯文哲出來 不是當名嘴嗎 我們人民選蔡總統出來 也不是當網紅 因為現在蔡總統很喜歡操作他的 不只他也是英文老師 對 還拍英文影片 對 還教錯 自己英文還很爛 他不是之前講說 I have a problem of saying 中國語言 這一句已經被列入教材 負面教材 所以可以挑很多文法 各大美語補習班 就這一句第一句 第一句 千萬不要學 真的 希望你的孩子不要變這樣 就是要好好學英文 對 好 所以各位如果說看 蔡英文或蘇貞昌的臉書 現在感覺上我們 真是身武太平 國泰民安 國強名副 但是看這些他們的宣傳 一定要懂得裡面的玄機 玄機 玄機 像剛剛洗碗棒 把這個玄機把它找出來 以前我看蘇貞昌的臉書 裡面也是一開始看到 我們國家簡直就是 世界強國了 結果你仔細去看 有很多問題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他那時候講說 今年我們的水果外銷 非常好棒棒 上半年42.3億 就已經突破去年整年 已經突破一整年 去年一整年才42.2億 今年上半年就42.3億了 這樣講有兩個用意 第一個用意 打臉賴清德 就是我蘇貞昌上任之後 比你賴清德 比你會賣 這第一個用意 第二個用意 他是要故意說 你看韓國瑜你只會外銷 農特產品外銷大陸 你看我們不用外銷大陸 也是有42.3億 結果你知道被發現什麼嗎 裡面有三四幾億 都是外銷大陸 對 所以 而且高雄就幫他 不知道賣掉多少百分比 沒有錯 所以我們都要去抓 他們這些網紅裡面的一些 玄機 像剛剛我在門口有看一下 你們討論觀光的議題 如果說景氣正這麼好的話 我們下半年我們的觀光怎麼辦 因為現在像那個姚大光 他不是講說 如果說陸客的自由行不來的話 會減少100萬人吃對不對 對 350億 會影響到350億的觀光產值 只能活著這樣子 希望自己活著 然後裡面大概有 好像說有200萬個家庭 會受到影響 然後之前有一個 好像日輝集團的董事長 一個鄭董事長 這個連鎖大飯店 大飯店 對 他說如果陸客不來的話 台灣的民宿跟飯店業者 會倒一半以上 很可怕 是不是這個具體來講很可怕 這個具體的感覺 比這個數字 景氣 還有燈號 燈號多 燈號我們也聽不懂 我永遠都背不起來 黃燈 藍燈 綠燈 到底是哪個是好 哪個是不好 民眾也不懂 所以才希望我們來解讀 我們還要大白話 可是我們很懂的就是 陸客不來 很多人他們要倒 沒有生意做 沒有 活不下去 政府你拿出什麼辦法出來 他又貼了個臉書 又說我們有30億元的 秋冬國旅補助方案 好像我們國家又有救了 這30億元好棒棒 結果這30億是拿我們納稅人的錢 去補助那些觀光客 國旅本來就是把我們的錢 從右手變成左手 可是陸客來 不來我們是損失的 是叫做觀光外匯 對 我們本來是賺國外的錢 現在變成說我們自己做的錢 換這一樣嗎 不一樣 而且國旅本來 國旅就是說假日人非常多 一到五人很少 因為大家要上班 跟觀光客不一樣 觀光客他來也會遇到 特別挪出一個完整的價錢 所以能不能直接補那個缺口 沒辦法 今天我看到他不是說 剛剛有討論那個事件嗎 其中有一個是說要提高 日本跟韓國人來的一個人事 二三線城市 幫忙辦護照 幫忙辦護照之類 我真的覺得好好笑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沒有辦過護照 然後泰國好了 他就說葉先生你沒有護照 然後我們補助你辦護照 跟你的旅程你來泰國來吧 我有什麼感覺 我會覺得說 泰國是怎樣 很慘是不是 觀光是很差 是沒有人想要去 居然還會用這種方式叫我去 我覺得是不是這個政府 已經搞錯方向了 重點是不是你要先讓 我們的觀光體質變好 讓人家自然而然就是 就會想來 怎麼會想出這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然後他們的重點 當然就是希望說 我們要減少陸客來 他好像陸委會講說 因為大陸把陸客來 當作一個政策工具 故意要限輸 所以我們有因應準備 我們要懂這一辦法 那你辦法也想好一點好不好 我就會不要 鼓勵但是可不可以 人家幫忙辦護照真的是一絕 你不要想那麼奇怪的 真的是一絕 真的 然後一直講南向政策 每次我們看數字 像他那個就成績單 每次講數字對不對 好 那你像之前也講數字 說南向政策 東南亞的旅客來的 數字已經超過了陸客 結果呢 結果住宿率下降 結果觀光的收入下降 所以不能完全是看表面數字 你要看對我們經濟的 實質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大白話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你這次要很棒棒 就是說大家知道說 不能被那個表面騙了